在前天下午呢 有72名的男子 分成的三辆油辆车 进入到了花莲 某一个大型的一品店 去行货了一个小时 不消费 也不跟店家接触交谈 那么警方调查之后 把其中67个人 谈送花莲地方法庭 检疫庭来采除 监视器外面拍到 花莲这间十亿店里 充满人潮 总共70名客人 在300平的店面里 走道上挤的都是人 声音看起来好像很好 但是这些人 全部都没有消费 故意赖在店里不走 让店家做不成生意 身上不是刺龙 就是刺凤 老板觉得不对劲 赶紧报警 说在这些客人来之前 就接到了借钱的电话 老板不借 没想到一下子 来了三台游览车 人全部涌入店里 但是就是不买东西 因为商家报案 他们进去以后 也没有跟商家 有任何的一个交谈 但是主要他们就是 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个 那个购买 购买他们商品的一些情形 但是一直在滞留在店里面 让商家心里会觉得 也是心里会觉得怪怪的 这群怪客搭着三台游览车 远从台北到花莲这家十亿店 只逛不买 警方货报后上车搜证 背后是否有黑道帮派操控 涉及恐吓借钱 还有带警方进一步调查 店家只希望这些怪客别再来了 不然客人全被吓跑了 生意根本没办法做 中心优优独播 和赵北花莲采访报道